五代诗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 它起自唐末的藩镇歌剧 并通过相互之间的吞并到了晚唐时期 也就逐步形成相对较固定的歌剧 今天非议用地图 为大家理清一下五代和诗国的历史 902年唐朝封阳行逆为吴王 吴国建立诗国建国一 史称阳吴、南吴、鸿农、淮南 907年朱温窜唐建立梁朝 史称后梁武代建国一 并封武安君节度使马英为楚王史称南楚 石国建国二 两者节度使前流为吴越王史称吴越国 石国建国三 高级行任京南节度使南平国前身 义武军节度使王处之为北平王 承德节度使王隆为赵王 青海节度使刘颖为大鹏郡王南汉前身 此时天下形成雍梁和念唐两派势力 与后梁对立的政权主要是晋王李克用 南吴国 此年李茂真次开启王府 蜀王王建自立为帝 建立蜀国史称前蜀 石国建国四 叶律阿宝基统一契丹各不称汉 国号契丹 909年 王沈之售后梁风 成为敏王史称敏国 史国建国五 刘首光被朱温封为燕王 911年 燕王刘首光在幽州京北京称帝 国号大鹽史称结燕 913年 靖王李存旭灭结燕国存国 两年917年 南海王刘衍在潘玉京广州称帝 国号大跃 4年11月改国号汉史称南汉 石国建国六 921年赵国发生内乱 靖王李存旭趁机灭赵国存国14年 923年 李存旭在渭州称帝 以唐为国号史称后唐 五代建国二 年底灭后梁享国17年 病毒落经 924年 京南节度史高级新秀后唐 封为南平王 史称南平国 石国建国七 925年 后唐庄宗李存旭发兵攻打前蜀 王眼投降 前蜀灭亡史国王国一 享国18年 926年4月 后唐庄宗李存旭死于新教门之变 十年42岁 以李存旭的势力 本可以一统天下的 可惜重姓连人以至于身死搏灭 929年 北平王王都企图脱离后唐 北平国被后唐所灭存国22年 934年 建南两川节度史 蜀王孟之祥于成都称帝 国号蜀史称后蜀 石国建国八 936年 契丹王耶律德光策 原后唐和东节度史 石敬唐为大晋儿皇帝史称后晋 五代建国三 同年攻入洛阳 后唐王国享国14年 937年 徐之告篡南无政权建立齐国 南无灭亡石国王国二 享国35年 939年改名为李辩 并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 石国建国九 938年 焦州节度史不将无权占据焦州 自立为近海军节度史 史称越南无朝 945年 南唐趁敏国内乱世出兵 灭敏国石国王国三 享国36年 后留从孝歌剧权 张二周 南唐迫不得已任命 其为清援军节度史 947年 契丹灭后 近享国12年 正式成也契丹 败也契丹 叶律德光占据中原称帝 改国号为辽 后因失明心又被撤回草原 947年 刘之远在太原称帝 国号汉史称厚汉 五代建国寺 后功课并定督于东京开封 951年正月 郭威篡汉自立 立国号为州史称厚州 五代建国 同年厚汉河东节度史 刘崇在太原及皇帝位 仍用厚汉年号 史称北汉世国建国时 951年11月 南唐城南楚内乱灭主 石国王国寺 享国44年 马英就将刘延击败了南唐军 继续具有湖南 为武平节度史 955年到958年后 周世宗柴荣三次清征南唐 958年南唐宗族 李锦珀于厚州的军事力量 取消帝号 尽献江北之地于厚州 称臣于厚州 959年6月19日 本来可以一统天下的雄主周世宗柴荣病族 年仅6岁的柴宗逊及皇帝位 960年正月 后周都典简赵匡应发动政变 建立宋朝后周灭亡 享国10年 963年 南平王高纪崇纳帝归向 南平国灭亡石国王国武 享国39年 同年武平节度史 周保全投降北宋 结束歌剧湖南地区12年的流言 王魁 周行逢 保全三姓武平节度史 965年 北宋东西两路军直逼成都 孟长矩城投降 后属灭亡石国王国六 享国33年 968年 越南丁布林结束十二世军之乱 统一越南北部 建立丁朝 国号大区 标志着越南从中国独立 971年 南汉末主流场投降北宋 南汉灭亡石国王国七 享国39年 975年11月 北宋攻占南京 灭亡南唐石国王国八 享国39年 将南唐皇室迁往汴州 978年 清援军平海军节度史 陈宏敬 将其所下张 全二周十四县献给宋廷 结束29年的刘从孝 邵兹 张汉思 陈宏敬 三姓歌剧 同年 吴越王前红处 献其第十三周与宋 举家迁汴京 吴越政权结束 世国王国九 立国七二年 979年 宋太宗赵匡议率军清征北汉石国王国时 立国28年 大部分区域一统 形成辽 宋 西夏此时仍为定南军节度史 定南军绝对是打不死的小强 从881年拓拔斯攻起 一直为党项理事所具三国鼎立状态 五代石国结束 对于五代石国时期 中原王朝是五个国家的星体 比较特殊的是后进史亡于契丹国 另外其实石国的概念不是很准确 期间还存在过北平国 赵国 杰燕 英等小国还有其他节度史的割据政权 石国的存在也不是同一时期的 前属在后唐时就被灭了 南唐则是全臣徐之高里边篡位所建立 另外南唐还曾灭亡敏国和南楚 北宋则是平定南平 后属 南汉 南唐 吴越 北汉六国 南唐